哈佛家训 一份特殊的病案 在一家著名的医院 一群学生正跟一个年长的导师实习 这位导师啊 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女人 很多学生都不敢做她的实习生 因为跟着她很难及格 这位导师是妇产科主任 非常重视病案 在他看来 这是学生临床入门的基本功 也是他对学生考评的重要依据之一 有一天 导师让这几个即将结束实习的学生 对一例出产妇分娩的过程进行观察 然后呢写出一份完整的产承病案 学生们仔细观察和记录了分娩的全过程 每个人的病案都写得非常完整 没有漏掉一个技术性的细节 然而导师看完所有的作业之后 只在一个学生的报告后面 批了一个合格 其余的全部打回 这些学生更加认真的 重新整理了病案记录 结果导师还是很不满意 大家感到很迷惑 于是就找来导师 批注了合格的那份作业 对照之后发现 那位同学的病案记录 只比他们多写了一句话 产妇的额头上冒出了 痘力大的汗珠 普通的医生只会看见病人的心跳和血压 只有心怀仁爱的医者 才看得见痘力大的汗珠 人类最严重的疾病 莫过于悲鸣慈悲的丧尸 感谢观看